小朋友 多大了 我睡 早餐 妈咪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宝贝 妈咪 你哭了 谁欺负你了 我帮你欺负回去 就算欺负叔叔也不行 妈咪没哭 可能只是刚才风把沙子吹到眼睛里了 来 小兰 别担心啊 欺负叔叔也没欺负妈咪 妈咪 今晚陪我睡好不好 好 今天晚上就被小兰睡 姐姐 你推掉了所有的活动 那么回复还有什么意义啊 而且你怎么把临时集团的合约也给推掉了 你不是一直想找那个男人报仇吗 小兰 报仇呢 是次要的 照顾好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没了和临时集团的合作 开不大把粉丝找我呢 算了 至于临时和姜雪 倒数在数 可那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临时集团呀 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报仇机会 难道这就算了 这可是能接触到临时最好的情况 你怎么回事 小兰 肯定还行吗 嗯 解放叔叔 这话真漂亮 不过没有我妈咪漂亮 哈哈 解放哥啊 你来的正好 赶紧劝求我姐吧 她刚把临时集团的合作啊 给推掉了 无论浅浅做什么我都支持 你喜欢就好 谢谢解放哥 只不过我直接毁掉了和临时集团的合作 扰乱你的计划 实在抱歉 你想做就去做 还有小朋友在呢 你们两个注意点 我母亲的眼睛绝对不可看 哎呀 哈哈 林once 你干什么 你怎么给你这么不要脸 快放我下了 晴晴 你最好不要再我的怀疑乱动 你别忘了 当年你是怎么哭着求我 放我下了 不是林大总裁要和我聊什么 如果你还是想听姜雪道歉的话 你还真是一想太赶了 倩倩 当年的事情 我们让你讨论了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我跟你也没什么当年 你和姜雪才有满满的当年 不是 倩倩 当年那是 你还真是煞变苦心啊 把我约到这里来 你就是想让我原谅姜雪吗 并且继续临时机房淘汰了 这么多年了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苏浅浅 你正在这里勾搭凌晨 你还真是瞎见 姜雪 是谁告诉你我在这儿 姜雪 怎么 你又要和她在一起吗 你对得起我吗 姜雪我告诉你 你就安分守己地 做好你的未婚妻就可以了 喂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小宝贝今天晚上过来呀 我告诉你调查结果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女人没结婚 孩子是不是亲生的都不知道 她背后有人照着 她背后有人是谁 别着急嘛 哎 现在暂时不知道 不过我已经安排人在查了 你的神经病好伤了 还是豪哥对我最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总裁 你让我调查的东西都在里面 您的前妻舒浅浅 是国际顶尖珠宝设计师 这些年和霍景峰一直生活着法 对资料显示是霍景峰的妻子 但查不到登记信息 还有呢 舒小卵的出生日期不响 但按照现在的年历推断 应该是五年前晚上 年前 或是集团 或是集团 你确定吗 是的 总裁 我知道了 去吧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的孩子呢 姐 您是集团那边的合作 实在是退不了 发布公司 也给我开始实在压力了 实在扛不住的话 就继续合作吧 姐 你是说真的 你真的愿意继续合作 那这样 你和霍景峰见面的机会 就会多很多 我不能太自私了 警峰哥呢 要回家接手回家集团 我总不能因为自己的心情 而破坏了他的计划 没事了 你呢 帮我跟林氏集团约签约时间 妈咱们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我可以把握 你 好 什么呢 错了 你别生气了 除了苏浅浅 我还认识其他的设计师 我帮你找个好 要不是今天你赶走了苏浅浅 我和他找个合作伤 我还能赶在 林氏集团新品发布之前 你知道吗 苏浅浅 一个小三还敢来 想跟我抢阿琛 说梦 保镖呢 保镖 是 我给你们一百万 不管把他们给我打成什么样子 给我打 住手 好 你这个丑女人老巫婆 敢欺负我妈咪 我要让你好看 这个死小孩 那我是个婆了什么 好恶心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还敢伤我妈咪 我要让你尝尝蜘蛛和蚂蚁的厉害 蚂蚁蜘蛛 我给你们两百万 给我打死这个小孩 苏浅你够了 凌晨 你别碰我的女儿 管好你的未婚妻 现在连这么小的孩子也想伤害 对不起 姐姐 林总裁 你可是有未婚妻的男人 请不要叫我姨子叫得这么亲 还有 我今天是来林氏集团签约的 林氏集团就是这么招待贵宾的吗 林总裁 送妻伤人可是要坐牢的 需不需要我叫警察来 教教你的未婚妻该怎么做人啊 蒋雪 你知不知道自己刚刚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当成那么多人的面打一个女人跟孩子 你知不知道真心事情的严重性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碰我 是他不如我身上先生买一个蜘蛛的 现在浑身都痒 明明是他那么有错 你为什么要宣我呀 除了聪前姐还有其他的设计师 你非要跟他合作吧 蒋雪 你怎么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呢 你是江氏集团的千金呢你 林总裁 你们两个人炒够了没有 今天的约 既然还是不签了 苏小姐 我们签 我们走 喂 爸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搞的 我告诉你啊 咱们江氏需要林氏集团的扶持 要怎么做 不用我教你了吧 还有 苏小姐 你竟然是没死 他那样的女儿回来 什么 没死 不 你们当时是怎么做似的 非我压你的什么用 赶紧出房间 跟我回来一看 喂 亲爱的 我让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们今晚见 苏倩倩你个贱人 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一切 我这代价 谢谢 谢谢 合约已经签完了 要不 我们一起吃个饭 亲手下走 林总裁 你呢是有未婚区的男人 请不要叫我叫的那么亲密 还有 你管好江雪就行了 吃饭怎么样了 哎 谢谢 让开 二叔叔你让开 你要欺负我妈咪 怎么 你现在是在替江雪报复吗 你们欺负我也就算了 现在连我女儿也要欺负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 想怎么他到底是谁的孩子 我早就说过了 这是我和霍景峰的孩子 我再说一遍 管好你的未婚妻 让他不要出来伤人 林大总裁 你 又有什么问题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刚才的事情 怎么才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吧 那你说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卖 这样吧 你呢 让江雪给我下跪道歉 怎么样 好 好 我答应你 节目高 我累了 走吧 走吧小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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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